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更改变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持台独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必遭失败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必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一天终将到来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 美方一些人不断散布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言论 汪文斌回应表示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终将被时代潮流吞没 开历史倒车只会坠入历史的深渊 美方一些人恶意散布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为解决台湾地位 不禁止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等谬论 试图通过翻炒台湾使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国际社会早已彻底解决的问题 来否定联大第2758号决议 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在挑战国际正义和良知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既十分荒谬也十分危险